其實買這個Beans小包結帳的時候 我是偏傻眼 因為我真的只花了20塊錢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只藍心走的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在3月入手的各項 戰地品還有一些質感小物 這個戰地品分享是一個全新的系列 那每次影片我都會跟大家分享 我這次入手的一些服飾之外 還有像是一些飾品啊 質感小物還有一些生活用品 影片裡的每樣單品都是我近期非常愛用 也值得分享給大家的一些質感好物 在沒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的IG 那我們馬上進入今天的第一件戰利品 我們先從服裝的部分開始 今天的第一樣單品是來自Penskateboards的格紋襯衫外套 這件格紋襯衫外套我其實觀望了好一陣子 那最近到了3月中3月下旬氣溫開始下降的時候 終於等到這一件出場的機會啦 關於Penskateboards這個品牌 我在之前的雨天穿搭影片裡面就有簡單的提到 他們家的單品大多都是走一個City Boy 比較寬鬆大件的街頭風格 這件襯衫最吸引我的地方也是它這個寬大的輪廓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拿的這件是M號 但這個寬度啊應該是可以塞進兩個人沒有問題的 它這個藍色的格紋設計呢 應該是我今年看過最好看的一件格紋襯衫 預計這個週末上線的一週穿到Vlog 有一整天我就是穿著這一件襯衫 預計稱讚一下它的口袋容量真的是超級夠裝的 因為在出門拍Vlog的時候要準備蠻多道具的 這件襯衫下面的大口袋真的是滿足了 我一整天要在外面拍Vlog的容量需求 除了之外這件在內裡的部分也有做上透氣的網布 然後在衣服背面肩膀後方的部分還有一個很可愛的日地小標 終於下來我對這件襯衫外套的表現是非常滿意 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 如果你是第一次想要購買像是Penskateboards或是Ballhood 這些比較寬大風格的衣服 對它的尺寸還不太熟悉的話 雖然你也可以選擇直接從淘寶買 或是透過一些網拍的代購 建議還是從一些台灣的經銷代理店家去購入 像我現在這件還有影片之前出現過的Ballhood 都是從JKS入手的 從這些代理店家入手的好處就是 如果你買錯尺寸的話 通常這些店家都會有一些 配款貨的一些服務 然後通常跟一些海外代購的價格也不會差到特別多 如果接下來天氣還是一直下雨比較陰涼的溫度的話 那下個月我應該會瘋狂的走用它 接著第二樣戰利品是我之前在IG線都有發過 然後詢問度還蠻高的一款飾品 就是我現在手上帶的 兩款來自Storycraft的石頭手環 其實這牌子的飾品我在中山的玄霧店逛到之後 就關注了蠻長一段時間的 Storycraft的飾品第一眼帶給我的感覺就是有濃濃的復古氣息 像我這次入手的古硬幣手環 還有這個老鷹造型的手環兼項鍊 這樣給我入手到現在差不多一個禮拜了 然後基本上我每天都會選其中一款帶出門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飾品都是可以在日常穿著裡面增添一點 帶有復古感、Vintage感的質感小細節 這個手環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 它選用了這種具有年代感的古硬幣 然後這種年代感的古硬幣 其實每個都是獨一無二的 像我這個手鏈上的就是來自1930年代的美國十分錢硬幣 除了之外他們手鏈上的這些金屬配件 其實很多都是一些有歷史的古物或是庫存品重新再利用 我上禮拜去他們台北直銀店參觀的時候 那天除了看到很多像我這種古硬幣做成的飾品之外 甚至還有很多那種用以前的銀製湯匙的握柄加工做成的戒指 然後那天聽完他的介紹我真的是還蠻驚訝的 他們這些手作飾品給我的印象就是把這些古物舊的軀體 換到這些飾品上注入一個新靈魂的感覺 我入手的古硬幣手環它的售價是790 還有另外一個老硬手環兼項鍊它的售價是1190元 這兩個價格他們都還蠻好入手的 我覺得CP值是非常的高 那因為上次去店裡跟他們聊的蠻開心的 所以今天給有興趣的觀眾一個回饋的折扣碼 在他們官網結帳的時候輸這個代碼就可以有9折的優惠 不過今天影片我是沒有收業配廣告錢的 算是給大家的一個小小回饋啦 接下來第三樣單品則是在我過去的影片已經默默藏身一段日子了 那就是我身後這個來自NICO M的 軟木塞隨行杯 這個杯子是我在NICO M幫朋友挑生日禮物的時候 剛好在架上看到它的 第一眼看到它我覺得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它用了這種顏色非常多的軟木塞 來作為它隨行杯的外身 這個設定應該是蠻少見的 而且我其實是非常喜歡這個軟木塞拿在手上的感覺 在杯子的正面可以看到一個大大的City Creek Logo 那City的中文是城市 Creek則是溪流 那City Creek呢就是NICO M底下 專門在做一些比較偏向Urban Outdoor小物 還有配件的一個支線 杯子的外觀看上去就有一種溫暖愜意的感覺 剛好也呼應了它這個包裝上非常吸引我的一句話 那就是 以前我在房間裝水的時候比較多還是用這種馬克杯 但是大家還可以看到我的桌子是木頭材質的 後面還有一些電腦啊 鍵盤滑鼠這些電子器具 所以換到這個有蓋子的隨心杯之後 就比較不會擔心水灑出來的問題 不過這個杯子的一個小缺點就是 它外圓的這個軟木塞起是會吸水的 在洗完這個杯子之後 就算你馬上擦乾 它還是會維持一陣子濕濕的狀態 然後這個杯子的售價是540元 老實說不是一個特別親民的價格 我也是我的店員朋友 灰塵村長 跟我說有折價券我才買下去的 接著大家最好奇的應該是 我在Beams花了20塊買到的小包 那它的本尊就是我手上這個 來自Beams Japan日本製的 卡加零錢包 其實買這個Beams小包結帳的時候 我是偏傻眼的 因為我真的只花了20塊錢 那再解釋我是怎麼只花20元 就買到這個Beams的小包之前 我們要先來介紹這個看似不起眼 但其實具有非常多 歷史還有文化意義的日本製小包 這個小鈴錢包呢 是Beams還有一個 日本的百年傳統紡織品公司 高鐵植物推出的商品 不知道大家小時候有沒有睡過榻榻米的地板 那通常日式房間地板的榻榻米呢 都是要用好幾塊把它拼起來的 因為材質比較粗糙 為了怕這些榻榻米的邊緣會互相磨損 所以通常會使用一種叫做榻榻米杯裡的布料 來包住這些榻榻米的四周 高鐵植物呢 就是專門在做這種榻榻米包邊的紡織品工廠 那我今天手上的這個小包呢 其實就是用這種榻榻米的包邊來做成的 其實這種包邊的布料呢 跟衣服一樣 在古時代都是一個身份地位的象徵 只有在達官顯貴的家庭裡面 才會使用這些圖案還有顏色多樣的榻榻米包邊 到現在隨著紡織技術還有社會的進步 現在這些各種花樣的榻榻米杯裡 其實已經是非常普遍的了 這個榻榻米包呢 除了它背後的歷史衣非常吸引我之外 它這種布料的包邊其實是非常有層次感的 在光線底下也會顯露出一些淡淡的光澤 這個小包的內部其實很簡單 這邊有一個扣子打開來之後 就是一個可以放卡放榻榻米的小夾層 有在看我頻道的觀眾都知道 我非常喜歡這種帶有刺繡元素的小物 那這次看到這個包之後 第一眼就決定要購買它了 然後這個零錢包它的官方售價呢 其實是320塊 不過大概在3月上旬到3月底的時候 並有出一個新會員的300塊折價券活動 它的折價券是沒有低銷限制的 所以我買了這個320塊的小包 我最後就真的只花了20塊 這應該是我這輩子買過 最便宜的日本製商品了吧 在日常生活裡面 我就會放我的公車卡還有一點小零錢 簡單出門的時候 其實只要帶這個小包就足夠了 而且刷優優卡的時候還可以顯得尊絕不凡 在影片最後想跟老觀眾分享一些心理話 基督的頻道會叫做直男日濁 是因為我想透過這個頻道 分享一些日常還有穿著的東西 那今天這支影片之後 我就會開始慢慢融入一些生活的素材 到我的影片裡面 如果你喜歡這種除了穿搭之外 融入生活更多面向的分享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也可以敲碗你未來想看到的影片類型 影片的最後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IG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Bye